赵国和秦国都是战国七雄之一 两家争霸几百年 要么赵国西晋图谋灭秦 要么秦国东出攻取赵国 这么几百年打下来 可谓是不共戴天之仇 长平之战以后 秦国坑杀赵国45万人 更是积下了血海深仇 这样两个互相敌视的国家 王氏家族其实是一家人 秦赵王室都出自专须地 祖上在姚顺宇时期非常辉煌 属于中国最原始的贵族之一 有个叫大费的祖先辅佐大宇治水 被顺帝赐予嬴姓 经过夏商两代的连续战队成功 嬴氏家族始终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 发展势头非常猛烈 出了很多显贵人物 逐渐成为诸侯之一 但是人无千日好 花五百日红 嬴氏家族辉煌到商朝末年 终于迎来一场大劫 那时代表家族站在台前的人是斐廉 以及他的儿子厄来 曹操评价典为为谷之厄来 说的就是此人 可见作战勇猛强悍 父子俩在昭歌伺候商咒王 非常得宠 结果不幸的是遇到五王伐咒 斐廉和厄来作为咒王宠臣 自然是排在前面的战犯 于是饿来死了 斐廉侥幸逃过一劫 百无聊赖的斐廉只能隐姓埋名 休养生息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生娃事业中 最终生了新儿子叫济盛 他就是赵国的直系祖先 经过几代人的洗白 嬴氏家族已经成功上岸 继盛的玄孙赵父成了周穆王的宠臣 陪周穆王和西王母约会 在一次二人约会的时候 正好赶上徐国叛乱 赵父亲自驾车带周穆王回国评判 立下大功 周穆王论功行赏 把赵成赐给赵父 为了区别其他嬴姓同族 赵父这一支也就成了嬴姓赵氏 而鄂来死后也有后代活下来 传到周穆王时代的嫡系子孙 名叫妃子 妃子发现同族兄弟竟然发达了 赶紧去赵城投奔 成了嬴姓赵氏的成员 后来妃子跑去给周天子养马 养得又肥又壮 周天子很满意 便赐给妃子一块土地 让他做周朝的附庸 名号为秦 经过几百年的折服 斐连的两支后代重新崛起 成为周朝的两个诸侯 此后又经历三家分禁和商鞅变法 秦赵成为中国大地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 战国七雄中 也只有赵国可以遏制秦国东出 那为什么走到战国末期 秦国可以吊打赵国 直到攻入邯郸灭赵呢 除了长平之战的用人失误以外 其实赵国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有两个 赵国的基本盘是山西北部 河北中部 离草原非常近 离中原也比较远 这样的地理位置 赵国境内必然有很多荣敌部落 边境也有不少游牧部落到处游荡 游牧部落的习性 哪里的水草风貌就向哪里迁徙 基本不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表面上看 这些部落是国家的成员 实际上国家根本没法进行有效管理 更不可能动员人力物力 这个问题在晋国时期就存在了 为了解决问题 晋国公祖和清大夫家族和荣敌联姻 想用婚姻的方式捆绑在一起 让晋文公逃亡19年的离姬之乱 就是老晋公取了荣敌部落的离姬 想让晋荣联姻生下的儿子继位 造成的国内大乱到了三家分禁以后 赵国继承晋国的毛病 依然用联姻的老办法进行安抚笼络 动不动就给赵公子娶个荣敌老婆 这样一来 荣敌部落是不是和赵国站在一起 便取决于部落首领的态度 以及和赵国王室的亲密程度 总而言之就是拉拢 安抚 维护表面和谐 但这种软弱的手段 根本解决不了民族融合的问题 想彻底解决民族问题 只有变法 赵国变法比较晚 直到公元前302年 赵武陵王才开始搞胡福骑射 也就是向荣敌部落学习 组建骑兵部队 提高国家的军事实力 赵武陵王做得很成功 胡福骑射的命令颁布不久 便出现林胡王献马 楼帆王制骑兵 二族归顺赵国的大好局面 赵国用自我阉割的方式 暂时形成国内民族统一的局面 换来国力的空前强大 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而秦国没有胡福其设 也走出一条整合国力的道路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商鞅变法 秦国的基本盘在陕西境内 那地方属于中国最西锤 境内有很多荣敌部落 当时的中原国家就说了 秦国与荣敌同俗 长期被视为不开化的野蛮人 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启动 稍有成效之后 于六年后启动第二次变法 其中一条就是清除荣敌习俗 并且不允许和荣敌一样聚足而居 为了保证法令的威力 商鞅还规定民有二男不分一者 被其父 意思就是不愿意拆分成小家庭的 那就交双倍赴税吧 于是秦国境内聚足而居的荣敌部落 纷纷被拆分成零散的个体 而且要服从当地政府的管理 这么做有两个好处 第一是彻底消化了荣敌部落 让他们不再是移动的定时炸弹 而是秦国境内听命令的良民 第二是增加政府的动员力 极大充实了秦国农民和士兵的数量 转化为生产力和战斗力 赵国没有真正解决民族问题 最终导致严重分裂 1935年 中国地理学家胡焕雍提出一个理念 在黑龙江爱魂和云南腾冲之间划一条线 基本可以说明中国的人口和经济模式 这条线移动是传统农耕区 经济发达 居住着大部分人口 以西则是草原和沙漠 属于自古以来的游牧经济区域 这条线就是胡焕雍县 公元前476至425年 赵氏家主是赵湘子 执掌赵氏家族的生杀大权 虽然三家分禁还没有发生 但是赵卫涵已经做大 各家都能独立扩张地盘了 赵湘子时代 赵氏夺取代帝 代帝是山西北部 那地方使荣笛的地盘 大致处于胡焕雍县的西边 而赵氏的传统地盘 在太原和河北地区 属于胡焕雍县的东边 既然经济模式不同 再加上不能彻底压服荣笛 赵湘子便想出一个办法 封亲职子为戴成君 代表赵氏家族统治代帝 要知道那时候已经出现郡县制了 凡是有条件的话 大家都愿意选择郡县制来治国 谁都知道分封会虚弱国力 但是没办法 经济问题和民族问题告诉赵湘子 代帝建不了郡县 只能分封出去 按照荣笛的习俗管理荣笛 到了战国时期 赵武陵王却一个商鞅给他变法 也知道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便延续分封的政策 不仅设立代相的职位 并且封长子赵章伟安阳军 统治代帝 代帝是赵国内部的一个封国 权力极大 独立性极强 完全有能力和赵国的邯郸政府抗衡 这就是民族问题造成的国家大面积分裂 而且赵武陵王立幼子赵和为王 自己退位做主妇 准备亲自统领军队开疆拓土 让两个儿子分别统治游牧和农耕区 直接引起赵国游牧和农耕的经济问题 以及赵人和荣笛的民族问题 最终让赵国分裂成两个独立地区 而分裂的赵国又引爆赵氏兄弟争权的沙丘政变 威名赫赫的赵武陵王被活活饿死 而秦国经过彻底的变化 基本没有民族问题造成的国家分裂 陕北和甘肃是传统游牧地区 除了征服初期的反复较量 直到武力征服彻底解决后患 只有政府强力控制下的稳定 才是真正的稳定 那种安抚和拉拢换来的稳定 随着时间的推移 总有一天回归成定时炸弹 赵国的问题这么多 为什么还能坚持几百年 公元前222年才灭国 其实主要是邯郸的地理位置好 赵国首都邯郸 处在战国七雄交通枢纽的要道上 于是邯郸成为中国商业的枢纽中心 最重要的商业贸易城市 以至于商骨错如路 诸侯交于道 所以赵国的商税收到手软 数钱数到手抽筋 正因为有海量商税可以收 变法不彻底的赵国 完全可以用经济来掩盖国内矛盾 号称关东实力最雄厚的国家 大部分时候可以硬钢琴国 赵国在长平之战后还能坚持几十年 原因就在这里了 赵国在收商税之余 还搞高科技 就是炼铁 天下打仗 打造兵器和菜刀 是当时的硬通货 更绝的是 赵国炼铁用高温液体还原法 造出来的斧 锤 钊 刀等铁器特别耐操 属于各国争抢的畅销品 据统计 战国时期的炼铁商人 超过一半在赵国做生意 到了战国后期 炼铁这项高科技项目 已经成为赵国的支柱性产业 和商税一起维护赵国的国力 但赵国终究失败了 为什么呢 除了民族问题造成的国内矛盾以外 赵国的另一个根本危机就是农业 那些不中农业商的国家 终究要走上灭亡的道路 只有重视农业生产的国家 才有一步步向前走的希望 赵国因为贸易和高科技产业发达 所以最不重视农业 只重视贸易 娱乐业往往比较发达 于是赵女和邯郸昌成为战国时期的娱乐明星 高级的出入诸侯后宫 低级的就在街头卖艺 给各国人民贩卖奶头乐 秦始皇的妈就是赵国的娱乐明星 这种国家不管多强大 都是一个大泡沫 再看秦国非常重视农业 商鞅变法里的费景田开签墨 更战用粮换绝等法令 都是在鼓励生产积累的农业 打击实力的商业 这才是正儿八经的强国之术 到了秦始皇发起灭国大战之前 秦国境内素如秋山 秦赴天下十倍 综合国力远远超过 以赵国为首的关东六国 经过长平之战的毁灭性打击 秦国逐渐蚕食太原 上党等地 炖刀子割肉一样 消耗赵国的国力 足足放了几十年的血 公元前228年 秦军攻破邯郸 赵前出城投降 曾经在邯郸做质子的秦始皇 听到消息 亲自去了邯郸 把以前有仇怨的人全部坑杀 赵国公子赵家带着几百人 跑去代帝自立为王 苟延残喘了几年 于公元前222年 被平定辽东的王奔回师 顺手灭了 同为一个祖先的秦国和赵国两个 八百年后却同时操戈 这就是宿命 好的 谢谢大家